欢迎大家回到人间好要义的节目现场 我是怡云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 李明斌理主任为我们介绍 自杀跟一些精神疾病到底有哪些关系呢 李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国家目前 就是目前我们政府有一些政策上面 对对 防治策略 没错 对 刚刚提到的是对高危险群的策略呢 在选择性策略 所以人人都在守不认人的概念 就是大家要多关怀一下你的周遭的人 万一有忧郁啦 有精神不舒服啦 都可能跟自杀会有关系嘛 那第三个策略是所谓的全面性的策略 那顾名思义 全面性就是针对全民民众的健康教育 压力管理 情绪管理 甚至对媒体的教育 因为媒体的效应 针对某一些在面临自杀边缘的一些青少年 往往会有深刻的一个影响 所以全面性的策略就要透过教育 透过教育 而且我们很集中在所谓的高危险群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自杀防治里面保护因子也蛮重要 不能忽略掉只是讲病啦 像一个身心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一样 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 家人 家庭功能 或者参加友谊的活动 上教会啦 或者是参加某一些俱乐部啦 或者责任感啦 这些都是自杀防治的一个保护的因子 不过我们现在国家拖制很多钱比较是选择性 这一两年是真的在高危险群的部分 那么最终的目标是期待啦 当然人人对自杀的一个认识 自杀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只要你稍微用心 然后考虑到爱 专业 结合在一起 才有办法把他做好 所以其实除了关心之外 其实我觉得 人民的教育也很重要 对不对 对因为有些人 他们就是抗压性比较不够 就是比较容易挫折 这时候好像就比较容易就说想不开这样子 对所以